桃园市长张三正来到看板前 在捷运工程局局长的捣乱之下 了解目前捷运工程进度 桃园市府捷运工程局在19号 举办了捷运绿线工程研讨会 即112年度成果发表会 邀请海内外捷运工程界相关人士前来 分享桃园捷运绿线目前工程进度 并互相交流所遇到的挑战与困难 桃园市长张三正感谢捷工局和专业团队的努力 齐心克服许多工程挑战 有信心在民国115年实现捷运绿线 同车到乙文特区的目标 也期盼透过研讨会的交流 能促进台湾其他城市的捷运建设发展 早年台北捷运开始兴建以后 很多捷运人才和技术就开支善业 散步到各个的城市去 我们桃园也有受惠 我们今天这个成果研讨会 主要是要把今年我们的进展 也是希望透过这个交流 让所有城市的这些捷运都能够顺利施工 桃园捷运有它特别的地方 它的这个地层土质不一样 它的这个道路情况不一样 所以有很多以前新北台北没有碰过的 我们希望在这边展现给大家 我在这边要特别谢谢我旁边的 很多工程单位的配合努力 还有我们捷运工程局的同仁 他们在这一年非常辛苦 那么我们很有信心在2026年 也就是民国155年 那个从逸文特区以北的路段 高架路段 包括小段这个地下路段 很有机会能够通车 这是我们绿线第一段通的这个段落 我们希望对于我们苏姐 桃园交通有非常大的注意 谢谢 现场看板详细条列了桃园捷运三星六线的进度 还展出未来桃园捷运绿线使用的车厢模型 提供参加了学者专家以及工程单位来了解 捷工局局长刘庆峰也详细分享今年的进度 包含穿越中山高速公路 跨越高铁 采用全国最大的浅盾机进行地下隧道挖掘 带陆幅仅有15公尺的桃园火车站前道路进行挖掘 解决清朝铁路遗迹文资保存争议等等 都是相当宝贵的经验 我们今天的成功展 除了把我们的一些工程经验分享 譬如说文资的处理部分 以前是跟文资团体民团 是几乎是两方是对干的 那这边就是吵架 这边就是抗争 但是经过这一年来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处理的时候 我们现在跟他们是可以坐着喝咖啡 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愿景 把这些文资再把它放回到G07 那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桃园的地址是比较特有 它是一个软历时程 有些是很软 有些是很硬 那有些就是连着度很高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的时候 速度可以很快 有时候一天可能赚不到一米 那甚至人都要开仓 到前面去看 去处理 然后换刃 那我们把这些经验做一个分享 给顾问公司 给各大的这个营造厂 让他们以后对桃园的地址 能够更了解 对工程方面可以更精进 前顿的分享也请了日本的商社 他营造厂也分享了 他在这里的处理的模式 那未来在115年的通车 我们目前认为是可以期待的 而且有相当大的把握 可以如期的让民众从坑口站 顺利的搭到一文特区 目前是在如火如荼 失作中的桃园监域绿线 各个车站也即将陆续完工 因此检工局也抢先透露 将在明年1月举办监域绿线主线车站的命名活动 并在3月正式举办全民投票 欢迎桃园乡亲有约参加 一同来为桃园第一条 自己兴建的捷鱼车站居民 创造独特回忆 既有旅庭台外报导